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语文课 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 我是来自于九江市九江小学的陈老师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给大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上课 而且咱们四年级的教材呢 有时期教材 没有纸质教材 所以在上课之前 老师有两点温馨的提醒 第一点呢 如果大家有电子教材的话 请赶快把它准备好 如果没有的话 咱也不着急 教材的内容 老师已经全部放到的课件里 等下呢大家仔细的看 第二点提示呢 比如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需要大家订练字 抄一些东西 所以请大家准备好笔和本子 明白了吗 好 我们开始上课 这节课呢 我们上第二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题目叫 古破 追 破字 要读准 再读课题 很好 古破两个字 都是什么偏旁啊 一族带有王子旁的词语 读 第二个 第三个 你们发现了什么 是吧 王子旁的字 好像都跟一些中宝有关系 是不是 是的 因为在王子旁 实际上就是邪语旁 所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古破是不是也是一种珠宝呢 古破是不是也是一种珠宝呢 老师这里啊 给大家 带来了一组 古破的照片 你们看 漂亮吧 之前 你们对古破 有哪些了解呢 所以说 好 不知道的 咱们也不着急 准备了 古破的一些资料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古破呀 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 形成时间非常长 大多数 由苏科植物的树枝石化形成 固有被称为 苏枝化石 在蜜枝外的色盒内 常常能发现一只苍蝇 或者一个小小的甲虫 一丝一缕 清晰可见 古破以其浑然天成的古朴庄重之美 温柔中透出的典雅之气 深受人们的喜爱 被誉为 蕴藏古史之宝 古破可用来做装饰品 如首饰 还可入药呢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关于古破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 穿越到几万年以前 看看那时的地球上 发生了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 老师 请你们自由读课文 注意这两点要求 第一 一边读 一边找出文中的生字 借助拼音 把生字读准确 第二 把课文读通顺 难读的句子 多读几遍 并数一数 课文有多少个自然段 开始吧 好 老师这里有个提醒 在文中的第一个自然段 有一个词语 曰什么算来呢 这是个墨字 是不是 在这儿呢 他们要读 亲生 曰嘛 算来 嗯 接着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本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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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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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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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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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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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